金龙惊道 难道是天圣器 赤点头道 应该是了 除了天圣器外 当时哪有如此恐怖危压的玄器 只不过 我听闻天舞界的天圣器 不是戒神碑吗 为何会以剑的形态出现 金说道 天圣器乃是一介介力所出 做到千遍万化也不奇怪吧 赤恍然道 定然是如此了 卓坤则是睁大眼睛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是见过戒神碑 并且和上一代戒王有过各种交流 与赤这些土包子不一样 他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此刻李云霄手中即将成形之剑 绝不是戒神碑 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何物 卓坤将眼珠子瞪得老大 可是那剑气之中 有形无形 根本难以辨识 甚至是否真的有剑存在 他都无法确定 李云霄整个人 也随着那无穷剑芒的蹦射而颤抖起来 当日在阎武城外 事件的那一幕浮现在脑海 当初整个人都被剑力抽干了 还未凝聚剑形来 就直接崩溃掉了 他顿时将经脉尽数封锁 免得神异力被瞬间耗空 随着体内的剑气不断迸发出来 明显感觉到丹田处的剑身不断露出真身来 而经脉之中更是如同万刀穿过 千般割裂的痛苦在体内浮现 痛得都发不出声了 轰隆 一股巨大的爆响从手中传来 千万剑光凝成一点 散发出璀璨的光辉 这到底是什么剑 卓坤整个人都呆着住了 随着那剑光闪耀 他猛然反应过来 嘶声大吼道 小心 快跑 声音急剧穿透里 在整个六道空间内激荡 但是远回过头来 满脸都是苦涩 他何尝不知道危险 何尝不知道逃走 但李云霄的神识一直锁定了他 就连那剑柄也似乎得到了感应 将他锁定住了 卓坤一愣 看着圆那满是苦涩的表情 顿时反应了过来 他逃不掉 卓坤只觉得浑身冰冷 他相隔较远 无法亲身感受到剑的威胁 但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样的玄器 能够将一位魔尊彻底锁住 使其无法顿逃 卓坤面色一沉 瞬间移至圆的身侧 顿时一股难言的压力降下 立即对圆的困境感同身受 你来做什么 救你 你救不了我 这柄剑太过邪门了 快走 别废话了 齐心协力 两个人简短的交谈一下便结束 卓坤浑身冒起淡绿色的火焰来 正是那黄泉鸣火 灼烧到了极致 阿含斩骨刀在他手中也变大了一倍有余 恐怖的刀器节节攀升 两股力量在卓坤的身上冲起 形成两道不同的结界 惊畏分明 在这两股力量下 圆的心情一下平静了下来 那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完全被驱散 平静的脸孔上动容道 谢谢 卓坤没有任何表情 盯着那已经成型的圣剑 咬牙道 放心吧 我们能扛住的 即便这剑有古怪 李云霄的实力摆在那 绝无可能跨街击杀我们 他伸出左手 紧紧握住圆的右手 食指紧扣在一起 仿佛伸出无穷力量 圆一下坚定了信念 左手上金光一闪 法术金轮飞速旋转起来 演化出婆娑世界 李云霄冷眼看着他们两人 相依相伴在一起 丹田内的剑影逐渐消失 终于在掌心上浮现 那剑长三尺七寸 身宽而厚重 清白如月 剑柄却极端如墨 尚有金色剑眼 剑手致剑阁 为浑然一体的并地帘 剑脊流畅 静密时 金光银芒浮游于上 瑰力如窥然天下的帝王 剑间凝风而带 侧刃灵力如鸽 剑气起 则纵断四级 数岁八荒 直刺苍穹还宇 他艰难地抬起眼来 迎着那刺伤某子的光芒 将那剑身看得真切 这便是吴之圣剑 吴所炼制出的圣剑吗 李云霄的身躯 在那剑势下 完全不能自主控制 只能艰难地推动那圣剑出手 挥舞之下 一道剑影斩碎虚空 仿佛无尽的力量 跨越千万世界而来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云万石柱 在这一剑下轰然崩塌 整个六道空间都围着震颤起来 所有人只觉得一阵茫然和恍惚 好似所见已不真切 仿如梦中 黄泉明火 阿寒刀戒 法术经纶 三股绝强的力量凝成的防御 在那剑芒下苦苦支撑 卓坤和袁两人皆是满眼觉悟 再无生死之念 全部力量都爆发了出来 两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断后退 身躯暴裂开 不断有磨煞分离出来 甚至还分出十方凶魂煞 但都在剑气下顺灭 怎么会这么强 阿寒刀捂了一个刀花 就消失在卓坤手上 黄泉明火 早已消散不见 法术经纶 同样是金光湮灭 就如同一面简单的盾牌 护在袁的身前 而袁的身躯颤抖的厉害 大量磨煞从他身上飞出 仿佛要崩坏 降解下去 相距两人 数千丈外 圣剑恍惚了一下 就从李云霄的手中消散 回到丹田内 浑身仿佛被撕裂成了碎片 巨大的疼痛尽数袭来 李云霄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射了数尺高 仿佛一下将体内 大半鲜血都吐了出来 夫君 菲尼斯声力竭的叫了一声 瞬间就飞至李云霄的身侧 将他抱入怀中 李云霄只觉得体内空荡荡的 不仅是精气神没了 就连神异力和精血都没了 完全成了一层躯壳 彻底没有了魂魄一般 三位龙之子已经目瞪口呆 脑子里完全实化 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 刚才那股力量之强 甚至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没有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六道空间内呈现出了刹那的宁静 静得如此诡异 不真实 随后众人只觉得眼前一晃 身躯立即受到拉扯 直接被踢出了六道空间 回归到了万灵之地 突然 圆发出了一声惨叫 身上更是爆出大量的磨煞来 不断的有十方凶魂煞 从其体内挣扎而出 在六道空间的时候 受到空间保护 而此刻刚刚出现在万灵之地 便被戒力压制 恐怖的戒力微压而来 雪上加霜 将它瞬间击溃 卓坤浑身一颤 目自欲裂 急忙将猿护住 颤声说道 坚持住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他伸手 将那法术金轮拿了过来 拼命将魔猿灌入其内 却没有任何动静 即便是卓坤自己 身上冒出大量磨煞 力量正在一点点地 转化为低阶魔物 降解出去 没用了 远苦涩不已 伸出手来 摸着卓坤的脸庞 轻声说道 你此刻的力量也不够了 无法将这法术金轮激活 放弃我吧 现在快将我吃了 就能治好你身上的伤势 这样我们也就永远在一起 不会再分开了 不 我一定要救活你 卓坤双眸赤红如血 满脸的猙獰 将袁抱了起来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现在就带你回魔戒去 来 来不及了 袁将其制止住 急忙说道 我已经支持不了那么久了 你快吃了我吧 吃了我 你就有力量了 正好可以将李云霄和小红收了 那你就能成就圣魔 将来成为新一代的魔主 别说了 卓坤怒吼道 我一定要救你 他左手掐掘 一下拍在圆的胸前 将自己原本就不多的魔气度给他 并且身影一闪 就化成魔光而去 菲尼抱着李云霄 原本满脸怒涩 但一见两人如此钟情 心中不由的一软 就不忍去追了 但是小红却是身影一闪 滋滋滋的扶轮旋转声 从他的掌心传出 阿摩伦宝一下就握在手中 拦在卓坤的前方 剑指向他寒声说道 谁允许你走了 卓坤身躯不住的颤抖 咬牙道 让开 小红持电而立 冷声说道 你觉得可能吗 快让开啊 卓坤痛苦地大叫起来 若是再耽误时间 也许就真的赶不及回魔界了 小红见识一起 心如铁石 韩生说道 既然你喜欢他 为何不随他 为何不随他而去呢 和自己喜欢的人死在一起 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吧 阿摩伦宝 小红之力刺穿卓坤的胸膏 突然一笑点了点头 好的 我们再也不分离 小红那清冷的面容上 突然闪过一丝厌恶 痴声说道 龌龊的男人 终究逃不掉 你那怕死而自私的心呢 他抬起手来 见识再起